我們出去玩會做功課 爬山也是一樣 這是要從八通關上玉山主峰 所以就先來玉山國家公園找資料 在首頁這邊登山路線 在下面這邊 玉山主峰重走八通關 他這個路線的安排是從玉山下八通關 那我們是倒過來走 所以說就是從東浦登山口 然後經過樂樂山屋 到八通關 到玉山主峰 到玉山主峰 然後再回來 地圖下載這一邊 然後把它點開來 OK 好,這邊這個是兩萬五千分之一的等高線地圖 從東浦登山口這邊出發 經過腹子斷崖這一些 然後熱熱山屋 這紅色的虛線就是路徑 好 然後 再到 下面這邊經過關高 然後到八通關 這邊有個八通關草原 然後這邊有封閉 然後這邊有封閉 找資料都可以看到這邊有封閉 然後到 腦瓏吸引地 從這邊上玉山 好 這張圖的左下角這邊 群峰這邊的全區的 時程表 我們就大概就對 我們要走的路線 有一個概念了 從哪邊進去 是從北邊進來 然後往南走 等等之類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Google搜尋 像這樣子在前後加上引號 那麼 一定要有八通關上玉山 這完整的連在一起的六個字 才會出現在我們搜尋的結果裡面 這樣子可以讓搜尋的結果 稍微精準一點 也比數少一點 如果有想要搜尋特定的資訊 譬如說水源 像這個樣子 再加上一個引號 那麼 同時有這兩個條件的 網頁 才會被搜尋出來 如果有喜歡 找資料的網站 那也可以到他的網站 把他的網址 www後面的複製起來 然後到Google這邊 加上Site 像這個樣子 加上Site 然後把他的網址貼上去 這樣子以來 所搜尋出來的結果 就是全部都是在這個網站裡面 像這個是登山補習站裡面 所有有關 八通關上玉山完整致詞的紀錄 有的時候 也可以用圖片來搜尋 會有 不同於一般搜尋的結果出來 把搜尋到的資訊 我們做成新鮮計畫書 或者是一些 附件 有了這些 我們去 申請路緣 那就會很快 路緣 我們可以回到 剛剛玉山國家公園這邊 登山行程的最下面這邊 有一個 路緣申請 好 就可以到這邊來申請路緣了 那我們會拍第五集 我們可以拍攝 就要給你 再趕 去 我們就把